自十八月的外国人嫁到台湾 现在已经三十四月离忧 在八年已经离婚了 因为必须自己选择女孩 虽然觉得很怕 甚至想要直接走回去她的故乡 不过为了孩子 他确定用于一家 而做经家技术 以及向朋友欧帮民 在南岛市自己开店 虽然谈的钱没算多 不过这就能让女孩安心达助 让她是感觉很贵的 自己也是鼓励自己 就是说一定要有学到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说一直去给人家 很少年就嫁来台湾的离忧郁 生下一男一女 在八年前离婚之后 就必须自己买佣女孩 让她挖心开一间自己的店 之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 她要从嫁到中疗 十八岁又嫁到中疗 生两个小孩 曾经被家暴过 然后选择离婚出来 然后抚养一个女儿在这边 那为了小孩一直在南投 就是这边想要学一个手艺 所以要开每家店 然后认真地生活 十六年前刚才来台湾 因为救女儿在台湾 她的婚姻受伤就一直没在做工作 全口一致的人去跟兵人 跟留兵兵兵兵 做工赤两个小孩 跟上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 婚姆是想你忘记 最后是想想你分这条路 生小孩下来也是基于我在照顾 然后去赚钱的部分 也都是我在去 去独立 然后努力一起拼命这样子 逃跑我当然也有想过这个念头 可是孩子还是无故的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把他生下来 我还是要把他扶养长大 为了小孩 他没头走回去拐篮 但都是不断经济做 经济的技术 国庆朋友五万民 终于在南投市 开一间隔地店 到现在已经中近十年 受到没做台湾人家的支持 也考量到小孩子的时候 到学校说 你妈妈爸爸都在做什么 都会同学都会问他 我也想说 我要开个店 我的梦想 然后我就说 这样子孩子说 同学问到他说 我妈在做没家 他就觉得他还蛮 不被学校里面的同学 看不起他 因为毕竟我是外籍家来的 看到妈妈那年辛苦 只不过回家儿子 自己都会去打工 在没清晨、洗日丁丁的节日 都会买理不散给他 买给两个庆祝 对理由于来说 他哪有好 就是他一直都没感觉辛苦的原因 记者显身以从报道